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呢 何老师出去了 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她是跟胡娜一起出去的 何娜娜出去的 何娜娜出去就没事了 过来过来 她怎么会在这儿 她现在是何老师的助理 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也可以做助理 哎呀伯母 不 何夫人 她呢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惊着呢比猴都惊 啊 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当然了 我骗你干嘛呀 要不是她怎么 去吧 干吗呀 没看到我在忙啊 小保姆 你是打算一直缠着我儿子吗 没有 没有 你都跑到这儿来了 还说没有 赶紧 赶紧的 现在就走人 做得还挺好 其实是你儿子让我来的 少在这胡言乱语 我就警告你了 不许你接近我儿子 听到了吗 赶紧走 走走走 走得越远越好 又走 我走 气死我了 赶紧走 行车 我要打车 嗨 进 够了 你是把我当傻子吗 啊 哎哟 顾己重演 米丽啊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假扮傻子欺骗何夫人呢 你才傻子呢 傻 够了 我叫你走 你听到没有 立刻 现在 马上就走 气死我了 走 走 我现在就走 回去整理东西 然后找个良辰及时再 再撞 你还提醒我了 你现在呢 跟我走 去开心的家 我要看着你 收拾好你的东西 离开开心的家 我才放心 你呢 跟我走 伯母 塞车 现在 立刻 马上 跟我走 走吧 不是塞车 有家里钥匙吗 什么都有 快点 还记得叫我走 为什么呀 原来那个米丽 是你办公室秘书啊 那你喜欢她吗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爸同意帮你 叫你放心 帮我 帮你做上总经理的位子啊 我什么时候说 我要做总经理的 是何伯母说的 你别听我骂的 我才不要做什么总经理 你为什么不想当总经理啊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 还有胡娜 我希望你尽快履行 你我之间的交易 让你爸跟我爸赶紧签约 好 我会帮你 谢谢 我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才不会让你们马上签约 我 你 别承认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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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站住 把钥匙给我 完了 最后一周也被识破了 我希望你说话算话 拜拜 拜拜 四合开心 骗我说她妈妈记忆力不好 她妈妈的记忆比谁家牢牢都好 不行 我得打个电话骂她 这个骗子 我手机呢 何开心你死定了 喂 妈 开心 你赶紧回来 我在你家呢 不 不是你干什么 你为什么又跑我家去了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还给我通话中 此地不宜久留 你向那疯婆子又出来赶我 无论 仲良 依宽 妈 你在海边啊 好 我换件衣服就下去 妈 妈 到底什么事 这么着急 你的那个小保姆 被我开除了 开除了 那她人呢 已经被我赶走了 妈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 说她脑子有问题吗 你怎么还赶她走啊 你还敢骗我是吗 我 我没 没骗你啊 还说没骗我 你的那个助理已经告诉我了 说她脑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居然还敢骗我 妈 李飞 李飞她不了解情况 你不能信她 她胡说八道的 是吗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爱上那个小保姆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可能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怎么就不可能 那你为什么跟我撒谎 撒谎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下她 我不是 我那不是因为她是洪姐的表妹吗 洪姐又在我们家做了那么长时间 行了 少跟我说这些 你说那大多好的姑娘 您为什么就不上心呢 好了 妈 不生气了 你说 你会不会背着我 再把她给我找回来 我肯定得 我肯定不能把她再找回来啊 是不是 你都已经把她开除了 我 我再给她找回来 我 我像话吧 我 妈 这下舒坦了吧 舒服了吧 舒服了 那就早点回去休息 来 儿子 还有 妈今天刚跟你说的 那个集团的事怎么样 何开心 你能不能好好地听我说一句话 集团 我跟你讲 我就是把你给宠坏了 你知道吗 这次集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妈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什 什么猴子派来的救兵 儿子 集团真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妈 你把这个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猴子派来的救兵 我就是猴子派来的救兵 我还是王母娘娘 怎么了 你这么厉害啊 那行 那我 我错了 我考虑考虑吧 儿子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那你不让我考虑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呗 你不去是吧 到时候由不得你 妈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没有地方去 我才不会回来我 我 我没有地方去 我没有地方去啊 何开心回来了 妈 妈 我跟你说 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够啊 好好好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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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过了这个机会 错过了这个机会 你就回不了集团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拜拜 气死我了 路上注意安全啊 我说你傻你还真傻呀 你在哪儿呢你 我妈让你走你就走 你不知道等我回来再说 你现在在哪儿 我开车过来接你 你现在知道关心我了 现在才知道关心我 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很可怜哪 谁担心你啊 我是怕你跑了不还钱 你知道吗 你能不能摸着你的良心说话 要不是你 骗我说什么 你妈妈记忆力不好 我那么傻 一个人对她演毒角戏 都快变二人转了 你懂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吗 我还不是怕你跟我妈 发生壮面冲突 下你个头啊 你傻呀 你以为我跟你要傻呀 我 我告诉你啊 我要让你知道 你骗我是吧 什么叫做被关在门外的感觉 你把你关在外面 开门 我不 你开不开 我不开 你来我怎么样啊 你不就是喜欢报警吗 报警 你不提醒我还忘了 我现在就报警 我是看你刚刚在那里 好像挺紧张我的 所以我就算了 开门 行李箱拿去啊 这谁家呀这是 碰你家行李 做梦 走啊 我说了 我说了 寇宽 我说了 我说了 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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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虔还炫耀 明明爱还装饰玩笑 疯狂爱上吧 一起埋冷 曾不该说出的永远 现在我就兑现 无畏的荒唐 是为你爱过的疯狂 是爱上你了 清清 嫁给我吧 是爱上你了 是爱上爱上你了 爱上你了 我很想现在就是我愿意 但是我 清清 你听我说 在我们两个人的世界里 永远没有但是两个字 永远只有我爱你三个字 答应我 做我问婚妻 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退缩 让我们一起风雨无阻好吗 我答应你 我现在就答应你 疯狂爱上吧 一句埋了 曾不敢说出的永远 现在我就兑现 无畏的荒唐 无畏的荒唐 只为你爱过的疯狂 是爱上吧 是爱上吧 是爱上了 爱上你了 乖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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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你真的不打算回家了吗 就算回也要过段时间吧 要回一起回 可是你要是不回家的话 伯父他肯定会更不喜欢我的 清清 你听我说啊 我相信等我爸想通了 他一定会原谅我接纳你的 只不过需要一点点时间 总之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二十多天了 要生病也该好了吧 恐怕不是生病那么简单吧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是对集团的不负责任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你 孙董 你好 你好 孙董 好久不见 气色这么好 孙董 那个 我们家伊坤的事 还希望你多帮忙啊 帮我们稳住那些股东 他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家伊坤呢 不愿意和EMT的继承人联姻 跟那个女服务员跑了 我们都在找他呢 找了好久都没找着 好 这个事情 董事长不让说 你千万别说 是我说的 是啊 是啊 这么大的气团 这让你影响 大家聊什么呢 聊得这么热闹 好 董事长 何总怎么没来啊 伊坤 身体还没有康复 孙董啊 谢谢你这么关心他 不耽误大家时间 现在开始开会吧 等等 董事长 你还想瞒我们到什么时候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何总已经拒绝了 和EMT千金的联姻 对吗 是吗 这怎么可能呢 孙董 你不要道听图书啊 董事长 可是我们的何总 现在和一个服务员 私混在一起 所以 没有时间 照顾我们集团的工作了 对吗 是啊 是 这可以吧 这可不行 我倒想听听 这个不实消息 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是不实的消息 那么董事长 你能告诉我 我们现在的何总 在哪里养病 我们和这些股东 好去探望探望他 对 对 是啊 是 应该去 你就应该去看看 我们的 我们的身影 没错 一昆他 有点事情要处理 我希望大家给他一点时间 至于他不在的时候 我会多来集团 过来处理事情 没什么问题吧 各位董事 我觉得今天 我们就推选出 下一任总经理吧 大家意下如何 和 好好好 对对对 我看起来 对 我也觉得 我们应该早一点 推选后续的人选 是啊 留一个不作为的总经理 有什么用呢 大家说是不是 对 是 是 是 就是 各位 如果大家执意要推举 下一届总经理 我倒是有个人选 我 是吧 谁啊 谁啊 说是 刘古东 你心目中的人选 是谁啊 谁啊 由董事长的二儿子 何开心 担任新一届总经理 怎么开始 怎么玩 各位股东 董事长的二儿子 在我们集团一天 都没有上过班 对我们集团的业务 根本不了解 怎么担任总经理 是啊 怎么担任他呢 他如果不懂集团的业务 怎么拿到了 龙腾集团的合作项目的呢 偶然的 就是 巧合 巧合 对 这些 难怪他会告诉我这个秘密 原来他是想推自己的儿子上位 好了 好了 肃静一下 我觉得 再争论下去也没有结果 我们还是 再定个日子 再讨论吧 小宝沫 你考得怎么样了 DS 怎么样 归了没有 归了没有 没有 没过没过没关系啊 下次还有机会呗 再说你一点技术都没有 你也从来没有学过 你能记负赛已经是奇迹了 没关系 我跟你说 你在我心目中已经是冠军了 不可能 没有过 我进入决赛了 这就是决赛了 我进入决赛了 你这么厉害啊 厉害吧 厉害吧 干嘛 你敢在耍我是吧 我是跟你看看玩笑 然后我发现你很关心我 我这叫同情你 知道吗 那你可不可以继续通信我 你要干嘛喊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没有人关心的孩子 在我心里面 你除了是我的老板 是我的知己 还是我的好朋友 人善心 说重点 就是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怎么感觉你也算计我了呢 帮什么忙 你先答应我再告诉你吧 不可能 不理性 不可能 不理性 你先说 好好好 我答应你答应你 帮什么忙 你可不可以当我角色的模特儿 什么 模特儿 角色的模特儿 不可能 我不可能 你能答应我的 我跟你说 放课他们还在等我呢 西方 我穿高跟鞋 你答应我的 快看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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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你搞什么 我怎么了 你走那么慢干什么 我是主秀 你要把时间留给我 对不起啊 重来 来啊 来啊 哈喽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得自己带模特 我这一路啊 好说歹说 求何开心 她就是不肯帮我 那我怎么去比赛 你告诉我 我怎么去比赛 她 我还真想不出来 何开心当模特是个什么样 不过米莉啊 我倒觉得吧 何开心如果当模特的话 应该还是她平时这样一副死样子 一直臭着个脸 不是 要不然这样 你先把我放开 让我们大家坐在这儿 慢慢商量一下 所以你答应我了 不 我不答应 那我不放 我死都不放 粘在一起 粘把粘把绑住 好开心 不是我说你 你 你怎么就这么冷血呢 人好不容易进入决赛了 你怎么就不能帮人家一下呢 可怜啊 何开心啊 人家米莉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你是知道的 对吧 你帮帮她 你也不会多花什么钱 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不能改改你平常这个 口口嗦嗦的毛病 你帮人家一下 你能少块肉吗你 说得实在太好了 不是我跟你说 你俩是我朋友吗 兄弟 你俩是兄弟吗 好兄弟啊 你们大家看看 这都做不到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不靠谱不证 你不是人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帮我这个客人的小客人 好 好 我好可怜 我答应你 伸得驾吧 我答应你行了吧 先给我放开 等一下 你现在就你一个人 可是我需要 四个模特 四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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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人一多我就紧张 一紧张我就牵尿瓶 我怕耽误你事 你故意的 他 他故意的 不是说 我只知道你有尿不禁 你什么时候也尿瓶了呀 什么时候得到毛病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故意的就好办了呀 这样到时候比赛的时候 我送你一打尿不湿 靠谱 我暂住再一打 障业 有病得治啊 吃吧 都同意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 赶紧解开 解开解开 我没说你都勒死我了 脚脚脚 下下下下 我 我够不着你快快快 我怕你俩姐 方哥快点 好 好 刘董 坐 刘董啊 你怎么会想到 推荐开心 做下一届总经理啊 伊坤现在在集团 已经失去了股东的信任 要想保住伊坤有些难度 老孙他们最近一直在私底下 商议新总经理的人选 我觉得 与其选别人 还不如选开心 他毕竟是您的儿子 他要是当上了总经理 总不会和您作对 集团还牢牢地掌握在您的手里 我们跟随您这么多年 怎么都不会让集团的大权 落在老孙的手里 谢谢 刘董 应该的 何董 老刘没有让董事长起疑心吗 太好了 太好了 对了 你让老刘继续说服其他的股东 这是他的提议 好 保持联论 我真是被你们给带坏了 我居然会跑到这种地方 来干这种事 我去 怎么被你说得好像来犯罪一样 我说我现在有点儿紧张 你们信吗 信 我现在就有点儿假张作所了 不要紧张 我们这就冲进去 拿下属于我们的冠军 Go 艾米尔 等我还清你父亲的钱 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和你在一起了 好的 后边海报快点 挂起来 知道了知道了 正面像这边 对 可以了 对 椅子走两排 王导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没问题 这次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放心吧 肯定没问题的 各位评委 各位嘉宾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感谢各位历临 亚太起立服装设计大赛的 比赛现场 经过层层的选拔 今天将有八组精英选手 在这里来争夺本届服装设计大赛 总冠军的宝座 那么今天他们能不能给我们带来 不一样的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请八组选手 在规定的一百八十分钟之内 来完成自己的设计作品 好 现在倒计时 开始 请 九红小姐 就是这里 这样行吧 你看这个 这还不错 这是给我准备的休息室 是啊 九红小姐 那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不好意思诸位 麻烦请你们出去 凭什么呀 怎么为什么要出去啊 因为我们九红小姐 要在这里休息 她在这休息 我们就不休息了吗 这是给主秀准备的休息室 你不知道吗 谁跟你说 这是给你准备的呀 我说的 不赞 我说有点子 是啊 我先走了 嗨 王斗 嗨 九九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谢谢你啊 来支持我的发布会 不要客气啦 我支持你不就是等于支持我家九红吗 你还是那么幽默 那你们休息吧 我们先出去了 好啊 回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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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叫端庄大T啊 你过来一下 你干什么 我 我 带头上 你不会拿这个给我设计服装吗 喂 你是我的模特 设计干净是我设计 你不能说不 我是你的模特 你是设计师 但问题是 我是有底线的 你明白吗 我有我的审美 我不可能用这个 你以为我是印第安人呢 好 我不放头上 我放这儿 不是你啊 我带什么羽毛啊 疯了吧你 喂 到底你是设计师 还是我是设计师 这样 你来帮王金应该听我的 我不 我不 这样呢 穿不穿 不穿 穿不穿 不穿 看到这什么没有 这什么 真 穿不穿 穿不穿 你真诈议你 穿不穿 穿不穿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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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赛呢还是打情骂俏呢 他是来帮我的 还不让我弄 我也是 开心 他说得没错我跟你说 时间可是有限的 你一会儿不穿的话 没得上裸袖 我脱光你 穿不穿 何开心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 这个毛多适合你的气质 适合我的气吗 芳哥说得没错 你就穿吧 你看你把米粒给气的 这是你来的初衷吗 怎么回事啊你 我错了 我错了 行吗 多大点事 来 给他上毛 来 好好好 我放这儿 我放这儿行了吧 姑娘们准备 准备 走了 好 晚了 走 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看你把九红姐的鞋子都撞掉了 你看你把九红姐的鞋子都撞掉了 连你也敢拿九红压我 连你也敢拿九红压我 怎么着啊 我踢的就是九红的鞋 他算哪个人蹭跪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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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么办 小言 你想帮我把这个 身上比划比划 合不合适 然后呢 马三春 帮我拿那些做一点花 花 我我可没捡过 没事 你只要做的出花来 我都能用 你敢让马三春的手碰吗 大奶 大奶 法器 不对 不对 我现在给你量囤维 囤维 那不是量过囤维了吗 刚刚量的是腰围 莉莉 如果你这次拿到冠军的话 是不是就要离开何开心的魔掌 正式进军时装界了 就是呀 我就这么打算的 同位 三十六 那你正式进军时装界了 何开心怎么办 何开心 他就开心坏了 笑得嘴都烈茶了 那当然了 我当然开心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次来帮他吗 就是因为我想早点 把这个温神给送走 他来了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是顺的 说谁温神呢 我说你 何开心 你现在越来越会演戏了 我以什么戏 故意把这话说得口是心非的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米丽 我喜欢他 方哥 我 这话能乱说吗 还是不是朋友了 他喜欢我 那我不就倒了八辈子的眉毛 你不能就有自己的朋友吧 方哥 你能不能换一个人说 你要是再说我喜欢米丽的话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 我下辈子我都不会爱了 真的 换一个 你要说他喜欢胡娜 他就是一直啊 一直啊一直啊 我喜欢胡娜 我什么时候喜欢胡娜 你就是喜欢胡娜 我怎么喜欢胡娜 你能这么喜欢胡娜 你说 哎 他可就算了吧 他一身的公主病 我是真心很讨厌他呀 我没有说我喜欢他啊 小言 你不许在开心面前 骂他们家胡娜 他会不开心 这可真没准 我听说那个胡娜是个富二代是吧 你这要是嫁入豪门 你得少奋斗多少年啊 不是你损不损 哥们特指是你调查门啊 我 我说 你们说得好像我真喜欢人家一样 和你们讲个八卦的经理 来 我跟你讲 说说说 胡娜去开心的诊所 他们俩人的手就这样 跟不着我跟蛇一样 缠着不平 他笑得很开心 你们还比不比啊 就是说说说 别如比赛了 啊 啊 不比赛了 真的啊 比不比 比比比比比 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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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我们下期再见